丈儿 和皇后娘娘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挺好的 皇后 头疼啊 赶紧的 把窗户关上 小心着凉了 来人哪 赶紧给皇后拿个腰垫 皇后 要不要尝个李子啊 好好好 我再吃李子了 真酸 好吃 太好了 全重了 感谢老祖宗保佑 感谢老祖宗保佑 看来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我现在马上去准备 走 准备啥呀 嗯 别紧张啊 爱家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好久了 我不紧张 太后你也别紧张啊 你当我是猪啊 不是你说了吗 要给自己的孩子 请不叫小猪仔 那你不是猪是什么呀 不是 太医 太医 快来看看 陛下 陛下笑了 他 他怎么还笑了呀 伤病了怎么还笑 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 变傻了 真傻了 陛下没事 太后放心 没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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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儿 你醒了 母后 亲 今日的事你放心 爱家已经派人去调查了 那 那亲 行了 你放心吧 今日的事不会再发生了 那母后真是想问亲 今日好好休息 什么都别问了 太后说得是 老臣给陛下换药之后 您要好好休息 不几日就能痊愈了 我来 娘娘 这个还是老臣来吧 我来 你们都下去吧 皇后 要不还是 我说了我来 你们都下去吧 你来就你来 那么激动干嘛 下去吧 下去吧 总得吧 都不偏差 饮起了快乐 疼吗 不疼 这些疤 是那几年父皇病重 把我托付给了福祥 福祥从小管我管得特别严 但凡是有一点做不好 他都会打我 骂我 但是有一次我真的受不了 我想逃跑 就沿着山路一直跑 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 晴峰 你怎么了 我想跪 你怎么了你说 你别这样笑我呀 太多伤 怎么都不说呢呀 你怎么从来怎么会打呢 那你为什么不反抗呢 明明就反抗 我太难受了 我太难受了 我会怎么说呢 我太难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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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涂肖膏啊 你来涂肖膏啊 是不是早了点啊 不是 我有事要跟你亲自说 说吧 从今天开始 以后涂肖膏这种事 还是上小栓子来做吧 为什么 我懂了 知道了 你知道了 当然 一定是小栓子说有图的不好 上次他就说有图的歪歪扭扭 都渗出来了 不是不是 那为什么 这次自杀 是因为有人嫉妒我们的恩爱 才会下次毒手 倘若我们在人前 再继续恩爱下去 只怕会招来更多的仇恨 到时候 到时候我保护你啊 那如果他们的目标是你呢 傻呀 那你就像这次一样 再替我挡一下 其实啊 我们可以不羞恩爱的 忽然间你的笑的眉眼 写满了时的忧誉 嘲笑 因非多热烈的季节 若是全聚在念 就藏在随随念念 我们爱我们的 是要给他们看的 你这副样子也只有我想看吧 你放心 有我在 什么事都会变好的 走吧 脱衣服 现在啊 不合适吧 涂药膏 来了 多谢陛下与娘娘的光临 我儿何德何能啊 陛下和娘娘的到来 让今日之宴 蓬毙生辉呀 老臣箭直是 感激涕零 感激涕零啊 老将军和太傅 都别这么客气了 主要是朕和皇后 感激二位对冬昊做出的贡献 前来祝贺一下也是应该的 你之前见过他吗 那你之前认识他吗 所以今天成亲是你们俩第一次见的 他们第一次见的呀 娘娘 这婚姻大事乃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约 天经地义的呀 娘娘 我们和魏家从小定了亲的 不是 我是想说 我跟陛下成亲的时候也没见过 所以你们两个一定会幸福的 是啊 行了 姐妹大人 我还有个礼物要送给新娘子呢 不敢当不敢当 陛下和娘娘送的礼 已经构正了 那些都是皇后送的 现在是刘金凤送的 娘娘不用怪 我现在是刘金凤 我要送你的礼物呢 就是一个愿望 只要你以后有求于我 都可以过来找我啊 尤其是她欺负你的时候啊 我跟你说啊 我修理坏人最拿手 娘娘 不敢的 你最好是不敢 现在来找我啊 你怎么不说话了呀 你对别人真的很大方 对我太小气了 我怎么对你小气了 你送人家新娘一个愿望 你怎么不送我一个 你是皇帝 你有什么愿望实现不了的 谁告诉你 皇帝就能为所欲为的 行吧 那我也送你一个愿望 你想干什么 什么愿望都行 皇后无戏言 那我希望我能实现 我所想到的所有愿望 你这人怎么使诈呀 那我就是使诈 你说的 皇后无戏言 我想到了 说说 不是 我真的想到了 能让你实现所有愿望的方法 相信我 皇后无戏言 停车 那我带来 那我带来 我带来 我带来